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北京时间1月22日,火箭客场93,比121,不敌76人。 在这场比赛前,火箭正式和法里德签下了一份底薪合同,他也迎来了火箭生涯的首秀。 法里德出场23分钟,七头五中,贡献13分六篮板,两次爆扣,还是相当惊艳。 距离第一节结束还剩6分44秒时,法里德踢下了妹妹,打球队的五号位。 上场才20秒,法里德就抓下一个篮板,活力十足。 12秒后,小李福斯突破内线,一个击得给到埋伏在禁区边缘的法里德,法里德高高跃起,双手爆扣。 也许是太兴奋了,想要展现自己的弹跳能力,法里德还拍了一下篮板,这一幕被裁判看到了,他吃到了鸡饭。 半瘦人笑了,场边的德安东尼也笑了。 法里德确实在进攻端很适合火箭的体系,在这次爆扣后,法里德又有两次漂亮的冲击篮筐,一次上篮得手,一次单手劈扣。 靠近篮筐,法里德还是很有得分的办法。 下半场,法里德依然在寻找属于他的机会,只要能冲击篮筐,他总能找到得分的办法。 面对补防的76人球员,法里德一次空中的拉杆上篮,再次把球放进。 如果不能杀入内线,他持球威胁就少了一些。 比赛中的一个回合,法里德在三分湖顶接球,防守他的恩里德,竟然一路后退,直接退到了限制区里。 法里德的生涯三分命中率只有12,这也是恩彼得感如。 此嘲讽性防守法里德的原因。 不过,在第四节的时候,法里德还是展现了自己的外线投射能力。 在对方完全放空的情况下,法里德出手了,三分空心命中,他用实力回尽了对手。 看来,假以食日,三分也是有可能成为法里德的常规进攻武器的。 防守端,面对76人的王牌中分恩彼得,无论身高还是体重,法里德都很失亏。 恩彼得多次在法里德的防守下得分,还打成过2-1,显然,他不是5号位防守上的合适选择。 赛前,火箭的训练师约翰·卢卡斯曾表示,法里德就是一个小号的卡佩拉。 是的,小号卡佩拉,虽然法里德的运动能力无庸置疑,是进攻端哈登的绝配,但身高和体重的劣势,让他还是难以对抗真正意义上的传统中锋,特别是像恩彼得这种级别的超级中锋。 火箭已经把哈尔滕斯泰,音下放到发展联盟,同时弃用了克里斯,休斯顿记事报记者费根表示,莫·雷这么操作,很有可能会再补充一名新的内线。 感谢观看